我建議可以罷免傅困奇跟吳宗憲 国民党来人 委员这话要确定 网络节目上这爆炸性言论 引起现场一阵惊呼 为什么没有人去推傅困奇 因为人家觉得说花莲王赢得多 所以我不推动 所以今天这个 因为你赢得少就不要推动 所以正当性是在于说 说不起 叶元芝急忙解释开玩笑了 只是觉得对国会改革法案 不满的处长推动者 因为自己被反改革民众 一样要罢免 所处选区又赢得惊险 反言之似乎就是容易被罢免 只是身在蓝营党团开着玩笑 总招觉得好笑吗 对于人民所做的决定 我们都以尊重 既然要承担大任 我想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都会来承担 傅宽奇回得颇震惊 而吴宗憲招委身为不分区 无法被罢免 玩笑话不用回 倒是隔一天的叶元芝 而蓝营这会期也要修高 罢免门槛 只是同一天被绿尾开骂 怎又自己撤案 我剪在脸书上之后 没想到他们还是会怕 是不是 刚刚偷偷摸摸的 又把这样的临时提案 给抽回去 现行选霸法 其中就职一年内 不得被罢免 但没限制 可提前联署 蓝营想要修改为 一年内不能有动作 避免技术性操作 偷时间 罢免同一票 也要超过当时总得票 我们国民党团呢 是要将 我的选霸法 禁服二读 那在党团大会的时候 大家决议呢 希望 既然这个案子已经复委了 我们希望能够 大家再多加讨论 强调没撤案 只是退回委员会讨论 会这么临时 就是因为党团大会 有一些立委先发难 其实过这个案 实在太敏感 这个新闻线 欢迎收到台北 参观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